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由于台湾的疫情是逐步升温 在这里又提醒观众朋友 出路时记得要佩戴口罩 并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共同防疫 人人有责 接下来带您来关心今天的新闻 刚出炉的小餐包涂上一层奶油 增加餐包的风味 疫情冲击高品店 专门生产牛肝糖的业者 订单直接剩不到一层 前的产量一天大概都差不多 早上跟下午都会生产两次 那我现在都大概一个多礼拜 都没办法生产 订单没进来 机器全都暂停 自己做餐包 却意外爆红 虽然收入大大减少 但业者不忘做爱心 在市议员郑凯玲的牵线下 基隆开机老大公庙 加薪牛嘎糖 三好妇女协会 基隆家长会长协会 及公益协会等团体 特别捐赠防护衣 酒精手套 自动酒精 粮温机等防疫物资 送给基隆长庚医院 因为我现在知道说长庚医院 它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 这个 酒精恒温枪 如果说还有其他各社团 如果说还要再继续的捐赠的话 要再跟我们的基隆长庚医院的 社福科来询问看看 谢谢我们医务人员的辛劳 公益协会都列迹一点 就是社会公益 感谢医务人员 我们希望说能够抛工一役 有更多的团体愿意来响应这个活动 现在这个疫情时间 各行业生意都不好 然后借着这次的捐赠机会 希望给这些医疗人员多打气多加油 发起这一个监政的一个仪式 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都来协助 一起共同来做 那个第一线医疗人员的后盾 其实我们在事先都征询过长庚医院 那也针对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我们做捐赠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其他的民众 有需要捐赠 也希望你们透过医院的公关室 来征询他们所需要的一些防疫物资 那现在医院很多 他缺很多物资嘛 防疫物资 所以认为说我们既然是 说真的啊 说我们也是一般的店家 一般民众 如果说真的医院有需要 我们就亮丽 或者说进去我们算了 来就响应这个活动 社会爱心不断 尽自身的小小力量 希望大家团结抗议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民众排队领取便当 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全国进入第三级警戒开始 天行者慈善协会就在基隆火车站等处 发送爱心便当给游民及失业民众 协助这些弱势民众渡过难关 从5月22号到目前为止 已经发送近2000个便当 将一直发送到第三级警戒解除为止 现在因为疫情进入到第三级以后 零工也没办法了 举广告牌的部分也没有了 他们的生活其实有很大的一些困扰 甚至连回收纸箱的 要去卖回收来赚个一餐 基本上都还是一件很大的困难的部分 后来我们天行者协会 我们就内部开了一个会议以后 从5月22号开始 我们就开始进行做一些 固定的每晚的7点20分 在火车站在文化中心在循环站 进行做一些爱心便当的一个发送的部分 透过每一天的一餐 我们可以让这些游民固定 不要到处去流窜 否则流窜的话 反而他们为了要找食物 他们有可能到每个地方去翻垃圾桶 或者是做其他的一些动作 这个反而是在防疫上面 我觉得是一个困扰 除了爱心便当 为了协助游民做好个人防疫工作 天行者慈善协会也每周定期赠送游民口罩及防护面罩 那我们协会在开始发放这个爱心便当的时候 那也顾虑到这一个配合防疫的政策 所以我们每两个礼拜会免费赠送给这些街友一个防护面罩 然后每个礼拜也会给他们一个口罩 一份是总共是五个这样 那他们可以替代使用 那希望说在请领这个爱心便当的时候 也能够落实这个防疫的政策 实际接触游民后 天行者慈善协会也呼吁 基隆市政府比照双北做法 将涉及在基隆市的游民造册纳入疫苗优先施打对象 避免成为防疫破口 游民他因为他们处于一个高风险 甚至也是相对弱势 如果能够由市政府这边来造册 帮他们打疫苗来讲的话 我相信对这些游民朋友是一大的福音 也对基隆市的疫情来讲的话 我相信是一定有他的帮助带 对此基隆市长刘昌在疫情记者会上表示 基隆市街友人数出估大约30位 相比照双北警数将基隆市游民造册 优先施打疫苗 街友的确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那他们的生活的环境 或者他们移动的一个状况 的确容易在防疫上面造成一些缺口 所以我是赞成也是支持 为这个街友来施打疫苗 那我们基隆列策的街友呢 总共大概有30位左右 人数其实并不多 那我们会已经在规划 为这30位的一个街友来进行施打 也跟双北采取同样的一个措施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 基隆庆安宫发挥在地宗教信仰中心的力量 在基隆市议员童子委陪同下 由庆安宫主委童勇以及总干事张卢松 代表捐赠200万元给卫福部基隆医院 帮助基隆医院改善并且添购设备改装增设 六十间的新冠肺炎专责病房 力挺医护人员在安全环境下 治疗生病的民众 以后我们才是人生 大家都成就来来援助 这是一种的情形 并没有多 但是我们如果说是没救 但是有的情形 要帮助来告诫 以前很严重 我们都感觉舒服 舒觉 从小这样看着他们一路 这三十几年来 我三十五岁 就看他们做了三十几年的善事 所以我觉得阿公跟张老师 以及庆安宫的这些委员们 都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那庆安宫也知道 我们布立基隆医院的辛苦 所以今天有这个捐赠的仪式 那也要感谢我们第一线的 前线的这些工作人员 那大家辛苦了 感谢大家 对于庆安宫给人骂发挥大爱挺医护 收治病患共同防疫 在副院长罗景全 以及秘书李林美和护理科主任 姚文珍等人陪同下 由基隆医院院长林庆丰代表 收下庆安宫两百万元的支票 由衷感谢庆安宫给人骂的力挺和支持 我们基隆医院也收治了很多的 这种忠证跟轻证 但是还好 这个童树卫非常的愿意 有爱心 他就说 我们就给你做专责病房 专责病房 他都知道 就是一个叫做微腹押 所以我们一间 我们都把它清空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60个 60个的专责病房 所以来来去去 尤其是我们都好多的 这个我们基隆的乡村的民众 那其实都在我们中间 那但是我们还是要跟他提 那为了因应 就是这个疫情是一直会继续 那无论到什么时候 我觉得今天再次来感谢 感谢同主委 亲公 真的是同主委 是我们的给人带快 妈祖婆 就要谢多谢 基隆医院表示 这笔善款除了改善 原有八间负压专责病房设备之外 也用来将60间原有一班病房 改装增设为一室一人 或一室两人 收治新冠肺炎病患的专责病房 在病房内增设包括 紫外线消毒灯 通讯及视讯设备 窗帘和空气门 以及装设排风扇 和感应室水龙头等设备 让医护人员和病患 在治疗期间能够更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 国民党基隆市党部 结合国民党中央资源和政策 力推防疫我加一活动 捐赠防护面罩 以及隔离衣等防疫物资 给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使用 也感谢他们的辛苦 在主席张启成 以及秘书长的努力奔波下 透过各界来募集一些 防护的物资 我们希望把这些物资 来给我们第一线的防护人员 让他们得到更多的保障 让我们一起打赢 这场防疫的战争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 我们第一线的防疫工作人员 包括我们医护 包括警消 包括警戒等等 我想防疫是不分党派的 上上下下来打这一场防疫的作战 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之下 能够好好打赢这一场胜仗 我们借着中央一点点的心意 来鼓励也感谢所有的第一线工作英雄 在这里感谢你们 你们辛苦啦 防疫不分蓝绿 防疫是大家一起的之外 同时之间也希望各个社会贤达 能够一起帮忙 让我们在这一次的疫情之中 尽快地获得胜利 回到往日安宁的生活 国民党基隆市的部分 总共准备2600个防护面罩 2400个防护眼镜 以及300件的隔离衣 都将捐赠给基隆市 第一线的防疫人员使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消毒就是 最准的路边这样子 立委蔡适应跟台湾万事大金流公司 总经理胡适军 是议员陈宜 捐赠给基隆市政府产业发展处 1500颗消毒钉 由产发处黄建峰处长代表受赠 处长表示 传统市场是基隆防疫最重要的一环 产发处每周都会针对市场来进行消毒 感谢民间企业捐赠消毒钉 让同仁可以增加倾销的频率 也可以让民众来传统市场消费更加的安心 我们的委员 你不知道委员 管这个消毒钉 给这个市场来使用 给我们信誉市场 大家市场 都有消费者都会安全 感谢胡董市长这一次的捐赠 炮钻引玉的 因为现在很多婆婆妈妈都不敢上市场来买菜 因为知道市场是最多 传染源的 那也是非常感谢这次胡董的爱心 那希望更多的企业家能来提供我们 产发出更多的资源 主要原因是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三级防疫的期间 全国所有的集会场所都是关闭的 只有一个地方是开放 就是我们的市场 在这个状况之下 市场就是人流最多的地方 但同时市场是有可能传播最多病毒的地方 所以像右舱市长也特别提到 两兆一套的政策 那产发出目前在执行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胡董市长企业家 来捐赠我们的消毒订 让基隆市政府产发出在传统市场的消毒 从每个礼拜一次提升为两次到三次 那对于使用者来讲 他到传统市场去消费 就会更加的安心跟安全 那既然他很安心安全的话 那这样子病毒的传播自然就下降了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捐赠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记者黄日升采访报道 一箱又一箱的防疫物资 搬到基隆长庚医院大门口 里面装的都是医护人员急需的隔离医 捐赠者是他 前立委洪其昌 也是台湾红九社会关怀协会创会理事长 结合了企业家捐赠了基隆世家医院 总计1500套的隔离医 在市议员张浩瀚的牵线下 1500套的隔离医 分别送到基隆长庚医院 矿工医院 希望减轻物资损耗的速度 我想虽然说疫情现在是一个趋缓的一个状况 但是呢防疫这一条路 其实是非常的一个漫长 所以提供给我们一线的医疗人员充足的一个防疫物资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感谢我们这些台北来的三星企业 对于基疗院所的一个支持 我们医夫人员帮忙照顾 真的是很感谢他们 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 带给我们很多的爱心 很多的祝福 那我们医夫人员站在第一线 一定会为我们金融第一线的民众打官 疫情严禁这段期间 也非常的感谢各界 在对于在我们的抗疫之间 提供了这些防疫物资 这个也是我们在抗疫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武器 非常的感谢 此外有感于第一线医护人员的抗疫辛劳 金融七土知名的胖姨妈油饭业者 连续几天陆续制作了近千份的油饭便当 送给金融市间医疗院所 你看这个大家 这个这段时间 大家都一样一起在做这个防疫工作 实际上是最前线的 真的很辛苦 我们只是弄我们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 我们胖姨妈厨房也与一些民间的一些单位 还有分心人士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看到了很多医护人员他们的付出 那也在端午节的时候没有办法返乡过节 所以用那个油饭便当的方式来把它当成那个油饭 让大家也可以吃到粽子里面的美味 目前各单位各医院最缺应该是N9口罩 那很多爱心单位在募集这些资源 那希望募集到之后能赶快发送给我们金融这几家 非常重要的专责院 让他们陪我们一起度过这个疫情的难关 抗疫期间 各界爱心不断 要替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做最好的后盾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各位知名朋友大家好 我是市长李永昌 目前疫情非常的严峻 请大家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疫工作 把口罩戴好戴满 并且减少群聚的活动 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不必要的移动 这就是把病毒传播链斩断最好的一个方式 防疫优先 我们会严格执法加强群查 不戴口罩就开发 口罩戴好你我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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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慈云寺已有130年以上歷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以祝生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彬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香客们也笃信 大慈大悲的观音佛祖 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祭世督众 中午用餐时间前 先行登记的弱势边缘户民众 自行到市议员张炳君 位在中山区的服务处 领取免费的爱心便当果腹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依旧严峻 弱势边缘的民众更加边缘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炳君 特地结合地方公庙等力量 从6月24号开始 每个礼拜提供一次 免费的爱心便当或餐点 在专守防疫规定不群聚之下 提供给有需要的民众登记 到服务处自行领取 其实有很多民众 有造成民生上的困难 所以丙君服务处这边 每一周固定一次 会提供50到100个便当 就是希望提供给 因为疫情造成收入累减 或者是没有工作的民众 再让他们在有疫情的影响中 还可以有软心的便当 软心的物资 当然今天要感谢我们费心厂 提供50个咖喱饭 50个祭司便当 然后来提供给这些 有需要的民众 未来我们也需要 希望有更多的店家 来共同响应 然后大家来共同帮助 这些弱势的族群们 然后也大家来尽社会责任 一起来关怀台湾 一起来关怀基隆 我们也希望民众事先预约 请先拨打24367988 来秉均服务处登记 然后我们也会以一个时段 比如说12点 12点10分 12点20 每一个时段3到5个人 然后把民众错开 避免有情趣的问题 本空啊 基隆林静空啊 来出一点点小小的信意啊 来回馈我们中山区的民众啊 来让大家能够 度过这次的疫情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 同导一命 谢谢 光从外表其实看不出来 不管是年长或是年轻 来登记领取的民众 都是家里面 在严峻疫情下 遇到更困难 必须来领取这份爱心餐点的 弱势边缘户 而张炳君服务处 首次供应的是 50份的鸡肉丝饭便当 以及50份的咖喱饭套餐 再搭配一碗贡玩汤 虽然只是一餐饭 都希望抛砖引玉 让弱势边缘民众 感受来自社会各界 一丝丝的爱心和暖流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市长 牛昌说明 基隆市6月24号 新增9例确诊病例的相关资讯 其中有5例属于 同一家养护中心的 住民及造福员 这家位于基隆市区 综合性大楼7楼的养护机构 累积资金 已经有28人确诊 牛昌表示 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协助下 采取了三阶段因应措施 包括第一阶段检验代替检疫 三天一次PCR 第二阶段采实施机构降载 并在6月15号实施清仓 将住民及造福员 移至防疫旅馆 采一人疑似隔离 分仓分流照护 并依风险分区分级管控 现在在红区里面 都是PCR采检 已经6次阴性 我们将在6月25号 进行第7次的一个采检 而红区的这些 住民跟造福员 我们必须持续监测到7月6号 这是红区的部分 另外黄区的部分 住民有6人 另外造福员有2人 同样的是PCR采检 6次都是阴性 我们也要在6月25号 进行第7次的一个采检 黄区的部分 我们会监测到6月26号 6月26号 也就是6月25号 采检结果出来 如果还是阴性的话 那黄区的住民跟造福员 基本上就可以解除警报 另外是绿区的部分 有8位住民 以及4名造福员 同样的是 之前6次PCR采检都是阴性 那25号要进行第7次 我们目前已经在评估 在6月26号之后 重回机构 6月24基隆确诊病例 还包括案14268 烧烤店老板的太太及姐姐 因此疫情记者会上 也公布她的疫调足迹 由于包括蔬果行 及卖场等地点 人潮众多 牛昌特别提醒民众注意 那在这两个地点呢 这个人潮距他致数 当天的人潮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这个卫生局 也已经跟CDC来这个请求 调这个十连制的相关的一个资料 我们到时候资料下来之后 会来做这个简讯的一个请讯 或者是如果有这个店员 或者其他接触者的话 也会来进行通知来筛检 另外针对北龙群聚案 林游昌强调 北龙在5月中旬就出现确诊案例 可惜台北市未立即找出感染源 才连续爆发三波疫情 他也再次表示市场防疫的三项重点 并澄清没有情绪性发言 台北市有积极做疫调的话 我们接到的应该是被匡列确诊者的通知单 而不是这一个五天之后 我们接到的是CDC pass给我们的确诊的通知 然后金融市才对这个个案展开疫调 我想其实大家想想看 其实包括北疫中心或者是后来传出来的 市领长照的这个状况 不都是跟北龙相同的一个问题吗 所以我想这个防疫的期间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个人的防护的动作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说 像在所有的市场 金融市现在所有的市场 不管是批发市场还是一般的市场 所有的摊商全部通通要两造一套 这个就是把我们的防护把它做起来 第二个就是场所的一个管理 不管是批发的市场还是传统的市场 还是果菜的市场 甚至是像我们的鱼货的市场 其实都是用最高规格来进行管理 第三个其实就是如果万一发生 有确诊案例的时候 就是尽快的匡列 然后尽快的做筛检 然后把可能的感染者把它抓出来 然后降低风险 更重要的是降低这个损害 我想这个是整个防疫工作 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没有情绪 我们只是把防疫的该怎么做的事情 把它讲清楚说明白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 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秀味觉 异常 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 24276154 或者是1922 那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学生想打工 听说要先办卡 还要先买东西 瞎会 有的还要先缴钱 要缴证件 要缴信用卡 还有的只要负责提款 就可以领三万块 这是什么工作啊 怎么这么奇怪 小新